112年吉安湘长杯马拉道原住民传统射箭比赛 这个星期假日在华人国小举行 有60支队伍300多位的弓箭好手齐聚吉安 湘长游淑珍亲自拉弓为比赛揭开序幕 同时还加码优胜奖金提高选手们的战斗指数 大家在艳阳下卖力的射出好成绩 继每年都举办的太鲁阁族射箭赛之后 今年吉安湘公所在展开阿美族的传统射箭比赛 广邀各地弓箭高手到吉安来交流竞技 吉安湘长杯马拉道射箭比赛 我们谢谢代表会的支持 让我们圆满在德鲁古射箭之后 也带来了多元族群阿美族的射箭 我相信族群融合的吉安 我们乐见大家在休闲运动 以及传统技能的延伸 我们相信今天邀请到的不只是吉安的队伍 甚至于来自其他乡镇式的队伍 更加的加额来作为一个奖励 跟竞赛的这样的一个活力 我们相信在暖暖的天气里面 有暖暖的人气 但是要有高超的射箭记忆 一起来以剑会友在吉安 我们希望年年都能够带来 乡长杯射箭比赛的精彩 跟大家好朋友汇聚的这样的一个感情 跟学习的经验分享 112年吉安乡长杯 马拉道原住民传统射箭比赛 分为四组竞赛 各组取优胜前四名颁发优胜奖金 这次在场地规划和比赛规则 都是参索比较国际赛事标准 把传统射箭活动拉高到 全国专业比赛的水平标准当中 而乡长游淑珍还加码优胜奖金 提高选手们的战斗指数 大家在艳阳下卖力射出好成绩 也让陪伴前来观赛的家人 一起度过了精彩刺激的欢乐假日 借旅会吉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